然後逼他 好 現在這邊 好像沒有 沒有 馬上被打臉 好先離開 這一招也不錯啦對不對 火車往前面跑然後再一個空頭 不過並沒有 這邊二郎也沒有到對手家做一個騷擾 可能是到了中間 打了一下吧 遼望台的兵稍微打掉之後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這邊是擠出了大量的兵力 後面全部都是機槍兵了 搞不好POWER會想說 連STOBEY都想到的招一定不是好招 沒有他應該有其他的算盤要打 他一定是有其他想法 這邊是大量的要全部空頭了 載滿滿的 這個是 惱羞一波空降流 全部都來了 真的滿載耶 而且還要繞路 絕對不會走正常的航線過去 幾乎是滿載啦 對滿載而來啊 等能不能夠的鑽頭呢 我們現在降了下來 直接拉出了工兵 還有這邊反應相當快速喔 加重了兵趕快補得過來 這裡的空頭 這邊要補兵超多的 這邊完全補血 開風空乘車風都被殺了 又再來一波 對我們後面還有其他的風空車 那這邊有醫療艇在補血 但是還是擋不住 擋不住大量的兵力 但是這一波其實殺了 哇這一波殺了大概十幾隻的工兵 十幾隻的太空工程車 對真的是有鑽啊 對這一波是有鑽頭的喔 不過其實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是因為海洛現在已經是二礦 如果還有二礦再重新 你如果現在不給他一點壓力 或是直接把他帶走的話 很可能這邊海洛會很快的 就把經濟補回來 這邊放下來補血 對放下來補血喔 是不是補了要再上呢 對 我又來一台醫療艇 對已經有六台了 喝了再上這樣子 對嗎 我補出 這邊的話家中工兵有點少 趕快補點自己的工兵 就剛剛被殺了蠻多的 那Power不想要再開二礦了 應該是 目前看這個狀況 應該是沒有打算要開礦了 很可能下一波就是要決意死戰 單礦就是要壓啦 要贏就贏 不贏也就沒辦法 因為對方已經開二礦了 對 現在不空頭了 要走 直接打石頭 我們要破隧道了 這次不走空頭了 不空降了 對 我們直接選擇要打石頭 從正面做一個 直接做一個壓制了 那我們看一下 要從這個壁面來進攻 對 他如果這邊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也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對 因為這個打雪山隧道要打兩邊 這邊有一個太空工程車 對 在那邊看很好 第一時間會發現 對 他其實在那邊很久了 對 他的任務就是在那邊 你不能踩石頭 只是戰哨 守海防 守這個隧道 守這個隧道 現在看到了 有了有了 怎麼對面有人在敲門 對 感覺有點熱 好沒有火在燒 有人還噴出來了 對門有人敲門 不想幫他開門 哇 部隊這邊的話 這邊來了 配兵一樣的嗎 雙方的配兵其實差不了多少 但是 還有這邊是比較多的一個機槍兵配置 對 比較多是機槍兵配掠奪者 那這邊的話 應該說 還有掠奪者稍微多一點 不過 POWER這邊是多了二郎 哇 這邊來了 好一波ALL IN 我們很多的工兵來了 哇 這個工兵都拉出來了 要一波ALL IN流了 要一波ALL IN流了 工兵在後面 後面有點尷尬 我們後面被斷 對 在這邊斜坡 我們斜坡上面做一個 地力上的招在後面 也拉出了工兵 怎麼非常非常關鍵 是在斜坡上面 工兵也下來 先當肉盾被打 我們現在不能往後拉 斜坡這個會斷非常非常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誰會勝出 引路相當混亂 我們船上的仰弓打上廟 感覺是打不贏 壺 本色的Hairo要開壺了嗎 Hairo這一波打下來 手下來的話 是一個大優 我們是惡礦 對 而且並沒有直接反壓回去 並沒有反壓 我們剛剛也拉出了大量的工兵 Hairo現在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Hairo的工兵 現在還比對手少 少十隻 他雖然是惡礦 但是他惡礦 並沒有好像全力營運 對 而且惡礦好像被打飛了 對 剛剛那個是 是POWER的工兵 在那邊採這樣的礦 對 有兩隻在那邊 實在是大膽到一個不行 在那邊混水摸魚 假扮對方那邊採礦 然後再運回自己家裡 對 POWER這邊又來了 又要再做一個壓軸 完全不打算給對手喘息的空間 現在 就變了說 Hairo這邊因為有兩個主堡在纏 相信經濟一定是比較快的 對 而且兩個主堡礦羅也會多 雖然他工程車比較少 對 Hairo工程車一直比較少 對 但是可以丟礦羅 可以丟萬惡的礦羅 對 那POWER也很清楚 不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搶礦一定來不及 所以選擇趕快再持續 要給對手做一些壓力了 那就非常關鍵了 能不能打得下來 我們看到又選擇撤退 對 然後Hairo又上斜坡高處 有著地利的優勢 對 上斜坡 我們現在上斜坡 那你上斜坡 我就打你惡礦嗎 嗯 也沒有喔 這邊應該是已經打盡主意了 直接就是要衝進你家 要衝了 要衝了 要來了 我們這邊做一個會戰喔 兵力的組成 我們來看一下 中央的配件是一模一樣的 感覺起來 我們仰攻還是打不太贏啊 對 賽起來 要跑到那裡去 一直被打瓦 空中爆一台 吉祥兵打的戰鬥妖技如狂奔 趕快追殺過來 哇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海螺或許應該這一場是 現在是在有一個蠻大的優勢喔 如果工兵可以重新補回來的話 哇 這邊有一個空投 剛剛打下來剩下的兵力 我把他講過來了 就稍微騷擾一下他的惡狂 在走用 對 工兵的數量 海螺這邊的工兵數量確實還是比較少 不過我們這邊又來一個 哇 雙線的一個 進攻又來了 對 POWER 因為這是直接打了這個 等於是主堡喔 對 這是直接降愛你的主況 那這波空投非常非常關鍵 我們部隊拉了回來 又載起來又跑了 對 載起來了這個紅血的醫療艇 非常危險 好 趕快拉回來 部隊還是 還是蠻多的喔 加重又 聚集了大量的一個機槍兵 是 後面剛剛看到的 就是目前還沒有開湖的HIGHRO 對 換到HIGHRO要來空投了 但是這邊 哇 載起來 兩隻直接打爆 哇 好傷喔 後面 我們看到德斯已經 教練快要瘋了 哇 他在後面吐血 可以請裁判去關心一下德斯教練嗎 他還活著嗎 還有呼吸嗎 還有心跳嗎 剛剛抱著頭啊 痛哭啊 剛剛那波 因為那個很傷很傷 非常傷 現在這個任何一點點的兵力 都非常非常關鍵 我們剛剛死掉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比較一下 雙方的一個兵力組成 POWER現在擁有的是 兩隻掠奪者 以及34隻的機槍兵 還有這邊在死出的 剛剛大量的機槍兵 死在意料體裡面 現在只有5隻的綠頭 以及14隻的機槍兵 對 剛剛那個空投的一個大悲劇 真的是 太悲劇了 我們選擇逃了回來 只能再做一個 最後的一個防守了 守住 這一次的仰攻 我們看POWER 已經把對方在門口的那個 就是已經打掉了 對 打掉之後 那選擇先拆分框 這邊分框其實是應該選擇先 這邊非常好可能 現在這個蝦 逃一個就完了 如果這一個分框被打掉 HIROR這邊就直接陷入大陸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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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現在這樣子的話 HIROR現在 現在是 準備要笑納勝利了 只要不要發生失誤的話 這樣子 HIROR感覺距離生涯首剩 就差那麼一點點 真的非常非常可惜 剛剛那個空投賽事 真的非常非常關鍵 真的是 準備泡老人茶 準備悲劇 兩台幾乎滿載的醫療品 至少裡面有12個機槍兵 對 起碼剛剛那個 蠻整隻八隻的機槍 十六隻 對 就會待會兒 十六隻左右 這邊直接 衝了上去了 直接帶走你 直接要跟你說晚安了吧 我們看到這邊 HIROR這邊是守不住了喔 守不住了 HIROR 距離首剩就差那麼一點點 結果還是輸給了POWER HIROR吞下了是零勝五敗了 那POWER則是拿到了二連勝 這麼一來呢 使得雙方前面兩回合 戰環是戰成了1比1的平手 休息一下 再來看第三回合 重打重的比賽